这东西秦始皇之前就有了 可能还更早 这魔呢 它就是锅盔 是士兵的头盔 从那上面拷下来的 行军打仗 在城外几十里安营扎寨 随便跑几个火坑 枝上大锅 攒上牛羊 三两下就这锅盔就吃完了 兵贵神速 能打不赢吗 说得好 兵贵神速 小哥 咱吃得差不多了 那个 孤奶奶那边 你放心 孤奶奶那边 我去说 只要他老人家点了头 这事就成了 店里有两个伙计 孤奶奶胖子就是你的目标 下手立死他 知道 不可能是很 artistic 最后 我们讲 下次不去 我传统 妈妈 我曾经跟她的烦恰 你俩也不算是 咱们消灭 咱们消灭 也要消灭 再不上街了 你怎么回事 这把你带的医疙 咱们消灭 我来咱们消灭 看我来到这把酒 就 慢走 李少爷慢走啊 李少爷 看着你熟啊 什么熟 西安你的地方都熟了是吧 我看错了 客官请坐 你们这儿东东在吗 找东东啊 东东 有人找 得喽 这位少爷 您找我 你就是东东啊 不是我 发生什么事了 刚才 饭店里有个吃饭的 是我朋友 他看见我了 把头回去 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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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他 杀人了 他 韩令 暂时 异国 他们 连国 国 英国 人 Minne 他们 或者杀人 走了 走 走开 走了 走 这王八蛋不是在四川吗 怎么跑得西安兰了 谁 谁来西安兰 舅 谁来西安兰 顺敏 今天在泡沫港外边碰见那女孩 你认识吗 你怎么知道是个女的 她那点三脚猫的功夫 也骗骗老百姓 这女孩很危险 你跟舅舅说实话 到底是不认识的 不认识 是我看错了 谁是嗣室 叔叔 你先回家休息吧 舅 由于 我说 我说 我就没事吧 没事 她就是太累了 你先开个房休息吧 真没事吗 没事 赶紧回房间 待在房里别乱跑啊 先把门关上 姐夫 你到底怎么了 那些人是一伙的 身上肯定有武器 就这几个人就把姐夫给吓着了 这不是吓着 这是谨慎 那个穿灰续装的 叫李淑敏 对 你和我姐的婚礼 我让她替我去的 你见过她 她对你有好感是吗 算是吧 一个不务正业的大学生 挺烦的 她跟那个 身世模样的人 什么关系 这个 我不知道 姐夫 你说这伙人 会不会是黑道上的 记住 今天的事 不能再对任何人讲 明白 下去吧 大赵 一阵车 对标 现在是五点一刻 十分钟以后全体日马集合 是 王总睡了 书妹没说实话 你也怀疑了你 我终于想起来 书妹跟我说话好几次 说在西安追一个当兵的女孩 我估计就是她 如果真是她的话 说明就是太危险了 魏正仙的事你怎么看 是个实际 魏正仙也会这么想 是个实际 那现在联系我和魏正仙 协计的一项线索 就是庶民对吧 对 你上次那鞋子的枪 去过庶民家吗 去 养着 将所有的弟兄做 老大 老大 стол 你这样做的 你拼着 你要你拼着 协议 与我们看到 你拼着 你拼着 好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我觉得老天哪儿这样无法 这样的话 你就不要去了 我带着黛云给大家去 我记得很多年以前 在赵家里的街上 微风仙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没有去的名 小满七八个小女 豹飞 我记得了好多年了 这回记得了好多年了 西安不必伤害 万一出了什么事 他们一关 咱们谁也出不去 不行 我要失去这次机会 我得对不起我死去的爹 还有那几个兄弟 那你要真决定 咱们几乎能够分吧 干了 来运 带牙 来运 带牙 咱们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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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应该是飞送仙的车了 车上没有人 应该已经进去了 这是四道 除非他们走路回去 几点 易先生 十一点了 易先生 十一点了 十二点了 易先生 十二点了 好 好 好 过来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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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看看有没有活口 弯弯魏正仙怎么回事 是什么人 不会是军党的人 领头的是不是魏正仙 只知道是雷先生 哥 军统 老公 军统 大哥 上车 上车 іс 尤尔遗正仙是军统的人 可能马上要查到咱们 西安不能待了 最多三天 不然就晚了 三天不行了 三天撞家不行了 你必须听我的 不能再有闪失了 我告诉你 结婚的事 我跟淑敏去办案 你马上得开西安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 谁敢做军统呗 今天我们杀了他 军绝不会善罢甘休 一我看 他是公保刺署 他上次并不知道咱们底下 所以我说三天 不然怎么样 不然谁都走不了 二位深夜来服 有何要事啊 这 二爷 这是聘礼 我们老爷想明天一大早 接小姐走 请二爷成全 明天 明天怎么行 二爷 是这样啊 刚刚得到消息 家里有点急事 我们回丰雷镇的路 要走三四天 实在不敢耽搁 我知道 可是先父临终有嘱托啊 万不能随便就嫁了小妹 我们赵家在西安城 是小当当的 赵家的姑娘出阁 要有大牌上才行 不然仙人要怪罪的 更何况 我们家里还没有商定嘛 二爷 我知道我们不合理说了 但仅事情太突然 实在是没办法 如果您同意的话 明天呢 一早我们就下来迎亲 假如不行 我们就先回丰雷镇 等到秋后我们再来接人 好吧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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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这 我这家里还没准备啊 你只管提 我们尽量吧 我告诉你 我妹妹是惊枝玉叶 场面上要是过不去 我这当哥哥的 对不起她 这个你放心 吹拉弹唱我们样言不少好 只要连呼象有一家一户 我听不到动静 我们就从西安走回风雷镇 雷镇 好 那好 那好 老姑奶奶还请您多多年 来 我有数 我有数 那咱说定了 明天一早我们就来迎亲 好 一言为定 不送 不送 舅 舅 你要走啊 你不接亲了 舅舅不方便出面 大事你办 我 这办行 结婚所有专门都办妥 书敏 钱我出 忍你煎熬 舅 您是新郎 您要不出面 外爷赵家人不答应怎么办 你放心 我给你带一样东西 你给赵二爷 他一定不会拿来的 老姑 你让我轱嫁 年龄是新郎的 这种他的 一种 又是俩 这人已经在我 这次还起来的 珍珍 这就出家族 以防万一 回去睡觉吧 好 走 睡觉 好 走 怎么这么大排场啊 我车来了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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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小伙子还挺精神 婚姻大事 这样儿戏 是是是 昨天已经变了一次 你今天又变了 你让我们赵家怎么做人 二爷 实在是对不起 今天早上天还没亮的时候 老家人打电话给我舅 说外祖母辞世了 我就是个特别孝顺的人 就回去了 希望能够赶上老人家头七 嗓门的话 赶紧把嘴闭上 也不看看今天是什么日子 黎叔鸣 新郎官不到 这个亲 没法见 二爷 您别生气 二爷 我就说了 他要表达的歉意 都在这个东西上了 希望娘家人能够多多体谅 多多体谅 二爷 二爷 您是个懂行的人 这块石头是什么分量 我就不用详说了吧 如果 罢了 罢了 贺新郎 出来了吧 干什么 干什么 小妹呀 时间到了 啊 啊 你也要不走呢 你也要不走啊 二哥 二哥我只说一句话 这情是要跟我一起的 二爷呢 也不出来看一下 他妹子怎么穿成那样了 小妹 以后有了孩子 二爷子 跟他说 他是西安赵家的人 但别提他二舅 这鬼 一点人情味多 是 这走着走着 一滴眼泪都不灵 这丢死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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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先生 那边情况怎么样 守了一天一夜 没有发现 李淑敏 周边有没有可疑的人 没有 写上证 把它撕掉 撕了 撕掉 为什么呀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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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太小瞧我了 好歹我也是 上饶行员出来的特战人员 驾驶 射击 野外作战 隐蔽照相 我样样都行 何况 杀了那个东东 不就是对我的检验吗 你说的这些 那不过是些最基本的东西 等你到了训练营 你才会知道 你查得有多远 要学的东西还很多 我希望你到那边以后 我一定要好好地学 以优异的成绩拿到毕业证书 是 谢长官栽培 但是 那个李淑敏怎么办 他上次肯定看见我了 什么时候除掉他 现在不能杀他了 不杀 不杀 他不是喜欢你吗 等他死去后来再爱上 爱上我 为什么要 问得太多了 执行命令 下去 叶先生 小猪 我要到陕南去一趟 家里的事 你先帮我订你 是 是 要不要向镇长汇报 不用了 等我回来以后跟他说 是 你先下去吧 好 让我进去 你走 谁动 说你呢 哥 哥 你没事吧 姐 你这儿病太厉害 不让我进去 没事 监军 你先回去吧 我跟大嫂在这儿聊两句 不是 都好几天了 夫人啥时候放你啊 孙建军 你是来管我的吗 来来 你来我女子亲别任个职 我让你天天管 滚 监军 听大嫂的话 回去吧 桑 走 Reading 贴娃 嗨 你好 大嫂 我的忍耐可是有限度的 扛了这么多天了 也该说了吧 大嫂 我该说的我都跟你说了 我是真不知道 你对我这么好 我要知道我肯定告诉你 来 来 来 少在那儿补装 和服堂走了这么多天了 回龙镇谁管着呢 那印章没在你身上了 没在呀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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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都成这样了 你搜了也没有啊 对不对 我不信 来 让我生生 别过来啊 别动啊 好乔 我告诉你 你别想挣我便宜 强扭得瓜不甜 你不明白吗 你 你 里面不退 少跟我废话 我最后问你一句 和服堂是不是去西安 接那个小媳妇去了 大嫂 你管她干吗呀 你不是跟她离了吗 你这是放屁 谁跟你说的 和服堂啊 不是 不是大哥说的 老乌跟我说的 你们四个没个好东西 老乌来运又屁单屁单地跟去了吧 大嫂 我真不知道 就算我知道 我能告诉你吗 我嘴多严呀 我黑娃是什么样的人 你不明白吗 嘴严是吧 嗯 嘴硬 硬 佩娃 你是不是觉得嫂子收拾不了你啊 大嫂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命你都可以拿去 要打要罚 我做兄弟的一句话没有 那不行 再怎么说我也是你嫂子 打你我也信呢 大嫂 我就知道 这几个人当中就你对我最好 好 我这可以走了吧 行 那嫂子今天就做主了 你跟华侨结婚吧 什么 这不可能啊大嫂 大嫂 夫人 我说到做到 今天晚上就动房 不可能大嫂 强者都挖不田啊大嫂 这太太突然了夫人 来 枪都放下 给你们黑娃哥扒了 你们要干吗 洗干净了 给你们晚上动房 别动我 别动我 大嫂 你这谁敢 你不能放开我 大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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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放开我 大嫂 我说行了 不行 晚了 夫人 不能让她说 大嫂 我说 只要你不让我跟华侨圆房 我现在就说 我现在就说行吗 你 行了 华侨 黑娃早晚都是你的 来吧 说说吧 我说 人来 大家准复了 都来 娘 快点 娘 你真要去伤我爹啊 你们几个 抓那 大人的事小孩别跟人瞎掺和 一边去 这好了啊 花强阿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爹是个白眼狼 又给你找了个小妈 还有她干什么呀 娘 去小妈也不用杀我爹啊 再说了 你们的感情不是已经破裂了吗 我这谁跟你说的呀 不是 你说的这些话都谁跟你说的呀 是师先生跟我说的呀 师先生怎么知道的 那也是我爹跟他说的呀 你爹跟着瞎掺和赶紧回家 娘 娘 出发 娘 走 走 回家 回家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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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程 这几本书我都挺喜欢的 要不然 我都再去吧 都再去 走 李雪啊 咱们再谈谈好吗 你是不是不带我去了 你看 你看 只要我跟你说话 你就能猜透我的心思 真的 李雪啊 我觉得闪南确实不安全 闪南怎么了 比北平的日本鬼子还可怕呀 李雪啊 来来来 走走走走 你听我说啊 下一次 下一次我一定带你去好吗 不好 我这次就想去 你听我说啊 结婚这段时间我一直待着 我都闷死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真的很想去那边的学校看一看 去看看那边的孩子 那边的孩子什么样我特别好奇 我特别担心 你真要是大发慈悲 真要是留下来我怎么弄啊 那我留在那儿 你也留下吧 都说什么呢 我是觉得那儿不安全 行行行行 带你去 行吗 真的 真的 是 是 啊 你看 我都能把我找您了 那我们找到 咱俩可可 吹飞鸣了 只要咱回到凤雷震 管他往三春为正仙的 来一个收拾一个 我倒不是担心你正仙 我是担心 担心我那个外甥 自从见了那个女警官以后 魂不守舍 一句实话都没有 我真是有点担心了 老吴 一会儿他来了以后 你试探一下 他如果不跟我回凤雷震 召集回西岸 就一定跟这个女子 和有关过 那就不好办了 那魏正仙要利用她 让咱们怎么对付她 我姐就这么一会儿毒娘了 行 那等会儿说明一来 他要急着回西岸 就说明这里有事 叫廖大牙跟上去 把他跟那女人都盯住 你放心 到时候有什么事的话 马上打电话回来 真累的话 连自己外甥都得算起 傅棠 这都是权益之计 再说 廖大牙办事 不会胡来的 你放心吧 好吧 怎么还不来啊 喂 温先生 下一步的行动取消 您又不来了 再等我电话 好 打电话 喂 林医学教育局吗 是 我是西安教育局的霍赌察 过几天呢 我会去你们那儿视察工作 请你们安排一下 上级要来 怎么提前没通知啊 我现在不是在通知你吗 好的好的好的 赌察 您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工作上的事 你们不要安排 最主要是安排一个人 照顾我的太太 好的 好的 谢谢了 督察 局长问您明天晚上 有没有安排 他家要设宴 宽带几位同事 明天我可能是去不了 你告诉他 我要到闪南去视察 要早几天 你要去闪南视察 那需要我向局长 请示一下吗 不要了 早就提出过 那好呢 请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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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叔 说明啊 这一路上还好吧 啊 怎么样 办得顺利吗 田皇一出 必须顺利 一路上好吗 挺好的 新月好吗 好 谢谢高老爷 白欣 你们小姐是和其他女孩不太一样啊 我们小姐 就是不一样 谢谢 今天 我没有什么 都有 如果かな 和其他人 其实是 好 一路上 我 我在 乌江 在乌江 前 那么多 你不去 你去跟他说吧 我说 来来来 跟你就说下去 来来来来 远哥 远哥 我说 求你们帮个忙呗 我真的不去了 我现在有大事 还有 我有个朋友叫程丽雪 可能要去趟风雷阵 到时候你跟我就说一声呗 让他帮我好好招待一下 叫什么 程丽雪是吧 对 行 放心吧 绝对不丢你面子 走吧 副导 真的有事吗 真的有事